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吾 老吾今天要帶大家去住一家 在四條新町的飯店 老吾是坐公車過來的 在四條西東院這邊下車之後 往坊方向走 之後過馬路到小七旁邊的巷子裡面 之後往直走 大約步行約三分鐘就可以到飯店了 如果是坐電車的話 在四條站下車走路大約五分鐘 位置算是不錯的 周邊還蠻多餐廳的 所以晚上吃的問題很好解決 這家飯店在剛開幕的時候 老吾跟吾爸有來住過一次 這次是第二次來住 來看看他們的服務有沒有改變 好啦,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京都市條新町影特飯店 它的開幕時間是2018年的3月 雖然已經是開幕四年多的飯店了 不過他們的設備跟東西維持得非常好 看起來很新 經過這長長的走廊之後 就是他們的大廳啦 讓我們直奔著去做入住吧 好準的 怎麼有 嗯 queremos 在訪行 ここの要是 好改善 然後 我們 有趣的 你為何有趣的 有趣呢 您可以打開 您的服務 您可以打開 您的手 您是 您的手 您的手 您的帽子 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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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浴場 左套 一口中有現在的部分 可以入口中在紧burg之上 進入口中在公開後不可沒有 把握金顧多的有限 第三者可以去 就是在女性改造的入口中 無常車 pairing 無常地方的入口中在公開 就可以開設了 可以在這裡 進入口中在公開 在你身上與公開 好,老吴今天的房間是210 所以往右邊走 左邊走 210找到我們的房間了 那來開一下我們今天的房間吧 好,這就是老吴今天入住的房型 兩張單人床紀念的房間 那我們要從玄關開始看 他們玄關空間還蠻大的 可以放一下很大的行李箱 然後這邊是有點類似像衣櫥的空間 這邊有消臭鏡 然後他們有放浴袍 這邊有6支衣架 下面這個空間可以放一些自己的包包 或者買來的東西 這個抽屜它是金褲 旁邊有放兩雙拖鞋 這個衣架可以拿去穿去大浴場 另外他們房間也有放這種室內拖鞋 比較好的那一種 這邊是行李箱 還有全身鏡 再來這邊是他們的浴室 他們的浴室是馬桶跟浴室合併在一起的 他們這邊還有放一個衣架 走進來看 這邊有浴巾 這邊有毛巾 這邊還有插手的毛巾 然後它這邊放的是洗髮精 潤髮乳 沐浴乳跟乳液 然後它後面這邊還有放一個漂亮的小盒子 不知道裡面裝什麼打開來看一下 它打開來是這樣 它裡面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應該像是皮膚護理組 它裡面有放卸妝的乳液 然後化妝水 跟洗臉的 這個牌子老吳沒看過 這個牌子老吳也沒看過 不過剛剛打開來 聞起來味道很香 應該是挺不錯的 再來是這邊 它這邊有梳子 然後刮虎刀 棉花棒 跟牙刷 這邊有漱口杯 他們浴缸這邊還是有放洗髮精 潤髮乳跟沐浴乳 所以一間浴室裡面總共有三種 浴缸看起來很大 泡澡應該很舒服 然後洗手台這邊有放洗手乳 一樣他們的馬桶也是免治馬桶 好出來 關上門 到我們的房間啦 他們家的店是這種箱在牆壁上的 這邊有空氣清淨機 垃圾桶 然後電視遙控器 然後這邊是筆機用具紙跟筆 衛生紙 兩瓶水 這個是吹風機 是Panasonic的吹風機 好打開上面這個櫃子 放的是杯具之類的東西 其實這邊是熱水壺 玻璃杯兩個 馬克杯兩個 這邊是茨基里的煎茶 後面這個是玄米茶 發現了一個可愛的小東西 這個應該是木質的音響耶 打開這裡 這邊是一本京都觀光的旅遊手冊 下面這一本它是飯店手冊 然後這邊有一個可愛的漱口袋 裡面裝的是多功能充電器 下面這個是鏡子 這個是手電筒 往下面 它裡面是一台冰箱 然後這邊是我們小小的客廳 它這邊好貼心 有送給我們小餅乾耶 好來看一下外面的風景 它這邊外面還有一道窗簾 打開它 很暗看不到什麼東西 不過窗戶外面這條路 應該是飯店這門出去的那條路 再來看我們的床床 它這邊有放睡衣 它們睡衣是紫色的 而且兩件是下半身是灰色的 然後它有提供一個方便你帶去大浴場的塑膠的漱口袋 船頭這邊的話有兩個兩孔插座 跟一個USB插座 還有房間全部的電源 還有時鐘 現在新的飯店很少有放時鐘耶 所以這個時鐘還蠻可貴的 它這間飯店好多房間喔 沐浴に包丁 都跑到你去看 多一點寒酪 到它就走到你去看 倒掉對 放在你去看 まず是 這樣 我們要去大浴場泡澡啦 拿起他們的袋子 裝上我們的浴巾 然後拿上他們櫃台給我們的就是 洗臉的套裝組 應該就有櫃台 屁搭的很惋惜 真的嗎 你看 他一樓這邊有放兩台自動販賣機 還有一台微波爐 這邊有一個很美麗的看風景區 它這邊還有吸煙室 長這個樣子 我們進去 看女生大浴場旁邊有投幣式洗衣機 這邊有兩台洗到乾燥標準3公斤 120分鐘500日圓 旁邊這邊有放置兵機 好 進去吧 進入女生大浴場的地方要輸入密碼 然後他的密碼會寫在這個入住的單子上面 11101 好 好 那我們要繼續洗澡啦 大家晚點見 拜拜 好 泡完澡之後換下他們的睡衣 他的上衣是這種紫色的 像是正平的上衣 然後下半身是灰色的褲子 穿起來還蠻舒服的 活動很方便 好 那我們已經泡完澡 然後要準備睡覺啦 跟大家講晚安 關電燈 好啦 大家早安 他們家的床還蠻好睡的 床墊軟硬適中 然後他們還有除了床墊之外 還有另外再鋪一層這種 有點像是低反發的床墊在 所以特別好睡 然後他們家的枕頭呢 也是一顆軟的 一顆硬的 睡起來脖子特別舒服 總之呢 這一覺就是 一覺到天亮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 這麼好睡的原因了 原因是他們有鋪這一個 有睡眠研究過的 快眠床墊在 有這個床墊在的話 就可以讓你有著優質的睡眠 多虧了這個床墊 讓老吳昨天睡得特別舒服 這就是我們窗外的景色啦 就是普通的街景 好讓我們拿著早餐圈下去吃早餐啦 走 在我們的門口發現了這個東西 他掛在門把上面 他這是今天的報紙 還有這個問卷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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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有靜靜糖的麵包 牛角麵包 跟不知道什麼麵包 旁邊他有烤箱 還有果醬 他剛才補人麵包有吐司 還有這個像是抹茶的蛋 還有抹茶的麵包 我們先來一杯咖啡 再加一點冰塊 來個兩顆 非常謝謝你 非常謝謝你 因為第一次有用來做的麵包 裡面的麵包 很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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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一杯 很美味 很美味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早餐开动 他们咖喱超好吃的一定要吃咖喱 这个鱼汤很好喝 就是这个汤很好喝 美味又好喝 吃完了我们的早餐啦 收一收准备回房间去 他们饭店有做像这样子的饭店周边地图 然后它下面有 他们饭店推荐的资讯 还有QR Code可以直接扫情报 这边是他们饭店做的红艳赏 赏风景点 他们这边都有标号码 然后今天的颜色状况 下面这个是赏风景点的资讯 给他拿一张 他这边也有卖他们家的睡衣 一套9900日元含睡 还蛮贵的耶 意外我们竟然是穿这么好的睡衣 然后他们柜台这边也有卖很多 就是他们用在食材上面的调味 还有七味唐心子 这个很有名 喜欢吃辣的可以吃这个 还有鲜饼 他后面这边有放很多旅游观光的资讯在 好现在已经十点半啦 那我们要退房准备离开了 Go 修理顾 字幕组 它上面有英文韩文简中erv 和日文 有点燃热 謝謝 哇!大好天氣啊! 好!那就跟我們昨天的住宿講 掰掰 下班!